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全民计程车司机协会及联议会,今至交通部陈情Uber与小客车租赁业者家合作,真违规经营计程车业务,但交通部完全无作为,且不积极依法取缔。 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,去年4月Uber重新营业并与小客车租赁业者合作,至今年4月底,对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相关规定者,开输137件违规处分,裁罚金额424万5000元除以罚取缔开罚外,今年3月订定的小客车租赁业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事件统一裁量极准。 可作为监理所占执法认定,小客车租赁业者租赁车辆,若外10万克违规营业达7次以上,除处新台币9万元罚还外,还会废置汽车运输业营业执照及吊销其全部营业车辆牌照。 公路总局表示,小客车租赁业者与资讯平台的合作,不应改变营运主体仍为租车公司事实,其营运所应遵循规范,对驾驶、车辆的管理责任及对消费者负担的权利义务,都不会因其合作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折扣。 车辆、驾驶都需符合法规相关规定,而且不能个别揽客,对于指控Uber与租赁车架合作,Uber表示,现在经营都是与合法交通运输业者合作,包含租赁车业者、继承车业者等,并遵循当地法令提供安全、可靠、有效率的交通选择,并没有参与任何违法群组。 针对继承车业者,也提供免收平台服务费,欢迎更多业者加入Uber Taxi。